那我們現在來到了 第二組四強 也是Olimo League第144週週賽 四強第二組的對戰組合 出戰選手是由Ragnarok 對上的是ROG ZVZ的內戰 第一回合地圖來到的是亞歷克桑德港 你剛是想念這個名字念不出來 對 亞歷克桑德港 地圖左上方藍色衝出選手 是SizeStone Gaming的Ragnarok 你知道 在地圖右下方紅色衝出選手 這是Gin Air Greenwing的ROGUE 不好意思我剛剛以為你已經爆完了 沒有還差一個 你知道你還記得Nutthin這個人吧 當然他上禮拜有出現 他說他真的看不懂 他真的看不懂 公民有在打什麼 難道是我實力太低嗎 你知道上上禮拜 欸上上禮拜還上禮拜 他打死了ROGUE DALUK嗎 你是說真人PK嗎 沒有他沒有心海 而且是靠營運打爆ROGUE DALUK 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代表ROGUE DALUK變菜了嗎 不是是他過癒了 絕對不是Nutthin變強 ROGUE DALUK過癒了 他不只過癒喔 他還中癒了 沒有他先中癒才 欸先過癒才中癒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過癒所以太 有點那個你知道嗎 心態膨脹 對對對 所以就中癒去 而且 而且 他連 虐兩場 是不是 他是不是中癒了 這個 沒有他是先膨脹 再過癒 對 然後他後來才 後來還腰扭傷 導致打比賽 那一天 腰會痛 做都沒有辦法做 然後 事後Nutthin 各種跟我吹跑 講說 我幹死6500的ROGUE DALUK 他殊不知人家在死招 這種感覺就像是 怕你今天擊敗的Beyond 然後你回家叫 欸我已經別讓了 大概是這種感覺吧 真的真的 那這邊的話 雙方開局來講的話 沒有太大的差異 對 都是裸霜 現在最大的差別 應該是雙方在採瓦斯的攻兵量 稍微有點落差 沒錯 不過這邊ROGUE DALUK 開下三況之後 應該也會把自己的瓦斯 慢慢恢復到三次 再來為了爭取第一時間 放下自己的 放下進化4 進化4 那這個進化4的話 就不會是提我們的一攻 是要 不會提近戰的一攻 而是要直接提那個 遠程的一攻了 對那這邊的話 是先放下獨爆蟲草 要避免ROG這邊早期的一波 對那如果這邊 還是放下獨爆蟲草 沒錯 果然ROGUE的確是 的確是大量一化蟲 要做一個壓制 對 那ROGUE這邊 喔 還是提了進戰一攻 怎麼回事 是看到大量一化蟲過來才提嗎 也不太可能 還是他原本就計畫了這樣打 大量的一化蟲持續在補 對那ROGUE這邊的一化蟲 也持續的在補 那邊兩隻慢慢拉出來 想要來三攻直接被逼退 那這裡的話ROGUE的獨爆蟲 現在4顆是要從下方做進攻 但是 對不起ROGUE的獨爆蟲 才下方4顆準備做進攻 ROGUE的獨爆蟲才好好 也是變了幾顆獨爆蟲來做防守 對 ROGUE想重新放下三攻 但是這邊一化蟲的數量 還是送給對方的 對感覺ROGUE的這波部隊 就是直接壓在前線 讓你的三攻開不出來 沒錯 獨爆蟲過來想要做 喔這個狗兵再死一隻 不過ROGUE這邊 ROGUE這邊感覺三況開起來之後 也還是一直在出一化蟲 對 目前是還沒有補農 還在持續出狗的狀態喔 但是ROGUE這邊 一直在補農啊 對 這邊感覺 喔我剛死了一隻不行 我覺得我好虧 再補四隻 再補四隻 對那等一下這一波 ROGUE這一波大量的一化蟲 一種過來 會看到完全的一個兵量落差 對 這邊有一個交換 對 剛剛ROGUE有一顆炸得不錯 對但是ROGUE後續 接出來的狗 直接咬 再度逼退了這個三況 但是 喔 有一顆 有一個毒爆取得不錯的成效 ROGUE這邊要把三況重新放下來 目前攻兵速的話 是ROGUE這邊 三四六比二十六零劍 對 那ROGUE這邊加你持續的在爆狗 這個是不是 往實力打了啦 呃 對ROGUE一直在爆狗 前線一直接 那ROGUE還是 一些狗一些公兵 一些狗一些公兵 對 那ROGUE就是全力的一直爆狗 一直爆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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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況就是一下開 這個差真的過 哇 ROGUE這個操作失誤 對 但是自己大量的狗 進到了ROGUE的二方 這個毒爆 喔 四隻 四隻 還可以 但是自己的媽媽全部死光了 對 這個就是 太貪心的下場 對 雖然有大量的毒爆 但是毒爆都在三況 哇 ROGUE的這個偷襲 一顆毒爆藏在ROGUE二方門口 然後ROGUE大量異化蟲回教的同時 全部炸在那個毒爆身上 打出了GG 哇 ROGUE1比0 率先得分 哇 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這個壓制打的真的很精彩 ROGUE那個藏狗無誤 那一波異化蟲藏狗無誤 他藏在自己家門口 對 然後前線一直壓一直壓 給你 我的兵就這些 只是單純讓你開不出三況的假象 對 我剛剛 我剛剛會說他會 我覺得他會選擇提遠程一攻 是因為 蟲打蟲現在有一個打法 不好意思 有一個打法就是 前面 把進化是藏在阻礦 那你會先爆一波狗 那 毒狗做一個進攻 那在進攻的時候 其實你就只會爆前面那一波而已 後面就轉張了 後面 後面就直接轉張了 那這一波最大 這一波其實是 Sero他蟲打蟲蠻常用的一個招打 開好囉 進來了 有 我點了 那這一波最 最兇狠的點 就是在於說 對方發現你進攻過來 他就會一直爆 那發現你後面 呃 沒有接兵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補 我們的工兵 那發現補了工兵之後 發現你家裡 都是在去我們的蟑螂 那推過去可能就是直接爆開了 算是比較智商型的一個打法 對 對 就是 控制著對手的 兵種 然後自己先一步 先一步轉出 克制他的兵種 對 這個重點是在於 如果你沒有 後續的做Logo偵查的話 這個真的是會被這一波打死 好 現在回到四強賽的第二回合 地圖是來到凱羅斯交會點 在地圖左上方藍色的 重組選手是SizeStoneGaming的Rakunarok 地圖右下方 已經有一個狗指針在蓋喔 Gin Air Greenwin的Rakunarok 對 這邊是12滴 12滴碰上Rakunarok 喔 Rakunarok這邊15滴裸霜 你覺得15滴裸霜 就可以守住14滴嗎 Rakunarok的形象 沒有Rakunar會知道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應該說 現在重組會選擇16滴裸霜來守12滴 就是 主法會提早好 那這張地圖又比較 直線點位又是比較近的一張 所以 這邊Rakunarok選擇 欸 藍色是Rakunarok 對 Rakunarok這邊選擇15滴 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那 Rakunarok這邊又是一個營運型 營運的12滴R字 它後續是有開2框 它感覺像 感覺像 12滴 這個是12滴 它是12滴之後補到 補到 對 補到14滴 因為現在營運型12滴的流程就是 你12滴放下去之後 就是補到14滴才補王蟲 那其實這個的用意就是要 咬掉對方的2框 對 那15滴裸霜的優勢就是在於 你狗來的時候2框 那2框好的時候 你就可以不用這麼擠著脫農下來 因為有一防的差別 這個是 狗在咬的時候 那個血會損得比較慢 那差不多等到血這個時候就可以 拖出我們的弓兵 搭配我們的弋化蟲做防守了 好這邊 弓兵跟弋化蟲下來 對那這邊還是要稍微做一下拉扯 還是要小心一下 那這邊農民拖得好像有那麼一點少 但是後續的弋化蟲接了上來這邊 如果狗直接被包了起來 哇賺翻 對感覺Rogunog在操作上來講 還是蠻給力的 對而且這死了12隻 不好意思死了2隻 2隻的弋化蟲 12隻是Rogunog的弋化蟲死傷 這邊真的是 這個怎麼看 戰損都差的有點多 對 一邊死12隻狗 一邊死4隻狗 2隻公兵 差超級多 那Rogunog這邊就勢必 因為自己的狗已經輸了吧 所以 得把自己主框二框 麻煩全部拉出來做防守了 那這邊 哇是因為晚開比不上對方的狗 所以這邊應該 後續是直接要借我們的一工蟑螂囉 那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Rogunog是正試圖要恢復自己的經濟 靠後蟲做防守 然後再補著弓兵 這邊 金光師放了下去 要開始做建築學了 這邊三分半 發現對方還沒有壓過 所以這邊建築學要進去 再馬上補 沒錯 這邊第二個口 也用我們上萬防守 下去了 這邊就是要看一下Rogunog後續的偵查囉 如果他發現對方是一個這樣的毒口的話 也發現我們進化師如果有在弩洞的話 就可以猜測對方是不會有狗術的 那這樣 甚至可以取消自己的狗術 那也開始在追我們進化師的工坊 好的我們來看一下Rog這一邊 瓦斯目前是完全體裁的 對 因為這個的話大概知道 他是到後面會一口氣開雙瓦 開到三瓦來追我們的工坊 現在瓦斯已經開了 好現在開始採集 對 這邊Rogunog自己家裡也放下蟑螂 凡之少還有進化師 應該是也知道對方是要打這個打粉 對可是照這個節奏來看的話 感覺 縱使Rog是打一攻蟑螂來講 Rogunog也走一攻蟑螂的話 感覺也不會落後 反而Rogunog的攻防線體 對這邊比較尷尬就是Rogunog的攻防線體 那這邊 所以這邊的話後續Rogunog有可能會改變成打二攻一防的臺命 打二攻一防 對二攻一防的臺命 但是這邊 第二個進化石 那這邊一防 一防應該是還不會那麼早做出生 Rogunog的優勢是他的 蟑螂提速應該會比較快 哇這兩隻一化蟲卡位卡得超級精髓 對 後蟲先走出去 讓你以為說我門口暢空 就是要撿你這些一化蟲 那Rogunog想趁機繞一下 結果Rog果斷把兩隻一化蟲拉出來堵口 這邊來了更多的一化蟲過來 後蟲互相補血 對那這邊前期Rogunog沒有取消 就是 這一邊 當對方出來開三礦的時候 就是可以泡一波一波一化蟲過來做壓制 這邊三礦必須被取消了 那二礦口沒有堵起來的情況下 那一化蟲落進來了二礦 再咬掉這一隻媽媽 對 這感覺 感覺Rogunog這場目前為止又是非常非常大 對 能夠落差來到死人口 無論是工兵還是礦術 或者工坊上來講是 Rogunog這邊來的比較快 對 但是Rogunog這邊 喔不好意思 Rogunog這邊開始做了一個變形 放下了我們的螺旋塔 這邊是沒有被看到 蟑螂直接做一波推進 可是這邊轉螺旋塔的話 感覺出來目前來說 哇是不是非常非常不夠 對 甚至對於現在Rogunog來講 連金礦都是非常缺乏 對 這邊想要抓自己一攻 其速的timing做一個壓制 不過前面12滴沒有賺到的情況下 這個蟑螂數量一定會比對方還少的 甚至工坊都一樣 雙方持平 對方還有劫毀獸 這邊發現了 這邊Rog唯一的一個優勢就是蟑螂提速先完成 對 他提速完成回得了家 不過這邊反倒造成了Rogunog一波反四 Rogunog兵機器也只要做一波反打了 對 那Rogunog這邊出來的非常只有六隻 目的就是要先剪掉劫毀獸 對 那這邊3塊也直接氣掉了 農民直接拉回2塊 飛躺出來直接來點我們劫毀獸 那這邊發現你有非常的情況下 部隊直接往前A了 直接不管了 直接往前A 發了瘋子的往前A 對 這個一定要往前A 往死裡A 因為你這些蟑螂是毀不了家的喔 好但是在A的同時 Rogunog家裡的蟑螂也補了出來 對 我們現在要飛躺是直接掛在你惡礦的窄口 但是蟑螂數量實在太多了 再來到Rogunog這裡 對 這邊惡礦房間已經被捕破了 好這邊農民直接被波拉來拉去喔 這個 看似是守住了嗎 但是這邊還有大量的蟑螂 農民數只死傷來到5隻 對 這個守住是沒有問題 可是死傷數5隻 然後再加上中間停板 農民捨6隻而已 然後Rogunog又穿了一波樹狗 來到了Rogunog的山礦 對 好 7隻 好7隻 還可以接受 對 而且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雙方的工兵數已經差不多囉 48比47 對 4848 嘴瓶不過 Rogunog家裡 是放下了 蟲之帝王 蟲之帝王 對 並且後續十幾隻蟑螂正在生 蟲之帝王也已經開啟了 這個應該是要把後蟲運到前線來了 對 對 這幾隻蟲蟲打過來的話 我覺得Rogunog這邊應該是 難以招架 畢竟 部隊人口差一倍 那 差一倍的情況底下 Rogunog又有 十二人口是非常 對 這邊發現是蟲之帝王 情況下 Rogunog Rogunog 來找一下這個位置到底在哪裡 好 這邊已經找到了 捷運直接開在你的臉上了 這邊蟲蟲還有後床還在後面慢慢爬 這個新版本的蟲洞 是有六房的 欸 這可以補寫嗎 好像是不能 要蓋好才可以 好 蓋好直接 蓋好了 好像也不用補寫喔 這個六房 只有蟲蟲 來說也是 好 這邊有著129人口 Rogunog Rogunog 雖然有122 但是大部分人口都是農民喔 他的農民多打了53隻喔 而且還有12人口 是非常 對 而且自己的蟲蟲蟲 是已經殘血了 快要被打掉了 結果現在這個 特況直接開打 好 那這邊 算是你再丟下去 不過 好 這個數量落差有點大 對 蟲蟲的那個厚度差太多了喔 非常薄 而且後面還有媽媽 可以補起來的情況下 Rogunog 的部隊玩吃 Rogunog的部隊啊 Rogunog被波拉出了 二況所有的農民 農民史上速來到16隻 這邊部隊 持續要在做進攻 Rogunog 再做一個拉扯 這邊最後 逼了 Rogunog打出了GG 對 Rogunog 搬回了一層 雙方1比1的平手 好 這邊稍微修正一下喔 剛剛Rogunog選擇的是12滴沒有錯 那Rogunog選擇的是14滴裸霜 14嗎 哦 開銷 我有看他那個建造手續 有 他是14滴裸霜 還沒有錯 對耶 14耶 難怪那個真的好得特別快 不過也看得出來啊 這個也是一個開局上的一個碗殼 畢竟主堡好的時候那個攻防差距還是非常大的 大小洞 大小洞 那乎有很多人 都要選擇 有多大小的 大小洞 他就給你 他拿上一次 各有小洞 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們現在來到4強賽第3個回合 目前雙方1比1的平手 第三張地圖來到藍1 在地圖左下方紅色的從屬選手是Sized Stone Gaming的Rakundarok 地圖右上方 染色蟲族選手 這是Generi Green Win 的Raw 在藍藍地圖上 雙方都選擇裸霜 這場雙方就 跟第一場一樣 都是裸霜了 第一場的話是 應該說前兩場都是ROG這邊先進攻 第一場ROG這邊是直接抓了狗樹跟毒暴蟲好的時間 做一波壓制 然後後續不停的補一化蟲 繼續直接往死裡打 大概只有ROG那ROG 第二場的話是直接ROG 12滴 然後被我玩手 反倒是這場我有點訝異 因為這場地圖也是算蠻近的 雙方居然沒有 雙方還是17滴裸霜 這個有點大膽 因為我以為他們可能也會像上一場一樣 比較保守 可能16滴裸霜 我覺得應該是ROG覺得ROG可能不會這樣打 那ROG可能覺得你上一場打過這場也不會這樣打 反正應該是一個心理博弈的部分 這心臟真的是有夠大顆 ROG先放下三礦 那ROG我才跟著把三礦放下去 這邊ROG又開始爆狗了 並且放下蟑螂繁殖 我ROG這邊是沒有放下毒爆蟲草的 那是ROG這邊後續也可以接觸了大量的一化抽 並且毒爆蟲草快要完成 這兩個人是不是想要打對方一波大量異化抽 我覺得ROG這邊比較像是用異化蟲 然後就是像你剛剛講的 異化蟲讓你以為我是要狗毒爆 然後後面轉戰 對 對 那ROG這邊是已經 戰狼草已經放下去了 比上一場更明確了 對 那ROG的打法就比較像ROG第一場的打法 對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他這一波進攻之後 這裡有偷補了一些 才爆了這些 才後面需要借了一些異化蟲 對 其實ROG的三礦是有開起來的 那由於ROG這邊是有爆這波異化蟲 所以真的讓ROG以為ROG要這樣打 好 但是這個異化蟲進來 不過這邊還是有看到ROG在補夠的 對 這邊發現對方補農命之後 ROG到那個氣不過 趕快 異化蟲拉出來打架 那這邊要拖時間 這邊要拖到自己蟑螂數量夠多的時候 才要露頭 好 這邊蟑螂來了 看到蟑螂要馬上回家了 對 要開始應對這些蟑螂 要不然的話 對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ROG這邊 應該要提升個一攻 但是瓦斯量的關係 所以導致於自己在刷蟑螂跟 提攻防之間要舉這個比 喔 這個異化蟲剛剛從毒暴蟲這邊跑過去 ROG這個反應真的是有點快 對 也看毒暴蟲都貼身了 然後還擦身而過 好這邊蟑螂出來了 那蟑螂在進攻的時候就是 這波蟑螂進攻 家裡ROG只有刷了六隻的農民 對 然後一攻也是提下去了 對 人口數量來到90 ROGROG只有73 這一波對ROGROG來說有點難受 不過家裡拉出了媽媽還有新的蟑螂出來了 這兩個人打法真的都是 正面在交戰的同時 雙方都互相串了一波一化走過去 對 那這邊的話目前 呃在 如果單純雙方要比較蟑螂的話 ROG這邊是有絕對的優勢 因為無論是 等一下蟑螂的體數以及一攻 都會是ROG這邊的蟑螂來的優勢 而且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由於ROG先出了蟑螂的關係 那ROGROG這邊不知道他後續 到底是出蟑螂還是刷農 所以剛剛才持續做一個ROG的動作 那剛剛ROG的情況下 發現ROG在家裡偷偷一直在刷農 所以這邊忍不住 只好反推了 但是反推了 這邊ROGROG的蟑螂 比ROG多三隻啊 對 可是有結尾獸的情況下來講的話 呃 ROGROG這邊蟑螂的陣型就會比較升限 對 所以他這邊ROGROG選擇 用毒不大料的毒包來做一個破口 哇 這邊毒包出來直接硬炸我們的蟑螂 這邊蟑螂 ROG沒有散開 對 因為那個ROG沒有散 原因是他要卡住這個陣型 他要維持自己是一個包夾的陣型 不過由於開戰點是在ROG的家門口喔 所以這邊蟑螂蓄出來的速度有非常明顯的落差 對 但是打這打的再過兩秒這邊ROG的一攻完成了 對 那現在的話ROG這邊是一個完全的優勢 沒錯 無論是在工兵上 經濟上 兵種上 科技上 後續ROGROG是沒有在補農 剛剛那一波進攻是家裡持續在包兵 所以這一波已經算是我指力打了 後續爆出了這波的異化蟲 但是由於蟑螂都還在 剛剛蟑螂都還玩好 現在沒有辦法 只好打出了 GG